大家好,我是屈尔 金水獎大概是今年八對場的一個獎 實在還有多重要 從三月到現在 我剛剛看到一些影片的剪輯片 大概三月 那場比較胖 但是現在也是很好 好 然後呢 疫情開始之後 其實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跟我們一樣的心情 就是 有一段時間真的很沮喪 因為 戲月也關閉了 然後大家都停工了 什麼時候開放都不知道 那時候一開始很艱辛一個事情 那 這個世界大家看清楚了 我只證明一次 結果沒有辦法在一個禮拜前後 然後一直到了現在 大家陸續在慢慢的復工 慢慢的解決心情當中 然後在那個很沮喪的 沮喪的時期呢 其實 有機會看了一些短片 我突然覺得 好像有很多希望在這期中慢慢的誕生 因為 我發現有非常純純欲動的一些創造力 其實是 安慰了我們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本來以為 人家說 事能通常視為 刺民之末 我一直以為我們 做 影劇創作的 好像沒有什麼 幫助這個世界什麼 但是我後來想想 其實我們有我們的影像 讓我們在影像中傳達出來的溫度 即時溫暖的這個世界 那所以我想 今天雖然是一個 寬獎典禮 我想 除了想之外 我想各位能夠提供這個世界的貢獻 更是你們具 作品本身產生的力量 那接下來要頒發的是 最佳學生劇情片 請開入圍 來了來了來了 哇 不錯啊 感覺可以上台了 得獎式入室 黃河吳宇芬 謝謝 今天世紀中心的設定下 我做了幾次好的設定 我跟觀眾 和觀眾 和外體內的視角 請進行台視角 謝謝大家 因為題材設定的關係 所以在拍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困難 然後我要先感激 我的主要是老師 他在 在我們面試的時候 他其實仍然在 柬埔寨 拍紀錄片 但他專程 就是背後來 跟我去面試 然後 感謝正大傳音樂 公事 以及我最愛的家人 讓我們轉送的片拍出來 然後我也感謝我的四位部 李承浩宇 與雷鎮 鄭青 柳長生 陳彥廷 他們在很多的專業 就是給我指導 給我鼓鼻 然後最後感謝 所有在前置田調 拍攝現場 以及後置的主演 以及所有林演 以及三位主演 最後 感謝精髓獎 謝謝明澤老師 對路視的肯定 然後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們會繼續拍下去 謝謝 好 恭喜吴玉和吴老爺 然后记得每个上台讲的都说要继续拍下去 因为真的这个业界需要大家更多的一个加入 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对电影创作人好像都有一个误解 但我们发现上台者或者大家今天相见 会有一个特色的发现吗 特色就是大家黑眼圈都很重 然后外界就认为说 那这做电影的人一定都睡很少 错的都是一个偏见 因为我们都没有睡觉 所以这才是正确的 然后就像近岁讲 其实外界可能会认为说 它好像是一个学生的影展 学生的创作和原地的比赛 但是事实上你看这些作品 这哪叫学生作品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 一期的影展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想 或许也有人偏见对于台湾电影 好像觉得应该不好看吧 应该不值得花钱看吧 但是你如果对很多的上院线的长片 有所怀疑请你先看看这些短片 其实都有非常高力量的创作 我相信你会实习对台湾电影所有的信心 这就是我们可以向世界这里的 谢谢你们 2C take one and action 我们再拍一个 我们再拍一个 最佳剧情片 得奖的是 首事页 李怡珊 影片承袭导演过去 深蒙有力的人物刻画 整体演员的精彩演出 以及摄影 充满力量与野性的镜头 让每个画面都像在呼应角色人物 段缘残壁 也是理直气壮 谢谢金岁长 然后谢谢各位评审的肯定 我要先谢谢这部片的两位主演 丽音姐跟丽丽姐的演出 然后以及这部片的所有工作人员 还有一直以来都长期跟我合作的摄影志腾 然后美术名人 还有制片组的玉页小董跟凯妮 谢谢你们的陪伴 我想要讲一个 小小的故事 就是我记得以前在我小时候 就是我常回家的时候 都会看到我们家里有很多 那个家庭代工的工具 就放在我们家的客厅 然后因为我妈妈以前就是 她在她是个保姆 然后她不用带小孩的时候 她就会做家庭代工 然后我有三个姐姐 我姐姐她们每一次下课后 都会去帮忙做家庭代工 然后我一直记得就是 那时候最常做的就是一种小小的 那个像放大镜 要在那个放大镜的握杆里面 放一些小螺丝钉进去 然后有一次我姐就很生气 跑过来就是指着我大骂说 你每一次都在那边晃来晃去 你从来都不来帮忙 然后那个时候我很生气 但我没有因为这样就去帮忙 然后我就气冲冲地回到我房间 然后打开我的日记本 就在我的日记本里面写一下说 我不要做这些小事 我以后要做大事 我一直记得我要做大事 这个字就很大的 就写在我的日记本的其中一页这样 但是当我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我从小到大的 十一住行跟可能我受教育的备用 很多时候都是从这些小事来的 所以当我学习了 电影的这个表达工具之后 就特别地想要去 致敬这些小事 所以谢谢金岁奖的评审 看到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谢谢文化部的补助 让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创作 谢谢各位 恭喜得奖人 也谢谢曲导 接着呢 来到我们典礼的最后 也是大家最关注的 最佳导演奖 以及金岁大奖 欢迎颁奖人 今年的金岁奖评审团主席 李烈烈杰 大家好 我没那么高 可以帮我这样矮一点吗 谢谢不好意思 可以了可以了 我也没那么矮 我刚刚上台之前就提醒我说 内姐你要颁的这两个奖 没有入位名单 谢谢 因为刚才提醒说要看入位名单的是我 不好意思 年纪大了 但是大家就晓得这一次的整个的评审过程里面 因为真的片量太多了 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非常的激烈 搞到头都昏了根本都搞不清楚 我首先要颁的第一个奖是最佳导演奖 那金岁奖呢 在今年第一次由金马执委会来承办 所以变成可以承揽到更多的资源 让台下所有这些年轻的创作者 其实相对也增加了更多的机会 我们现在就先来颁发最佳导演奖 第43届金岁奖 最佳导演得奖的是 李怡山首事业 李怡山深化议题 突破性别框架 为看似刻板的角色 提炼出生命的厚度 这是一部从泥土中自由窜出的杰作 声猛而强悍 还散发出迷人的草根味 再次谢谢金岁奖跟各位评审 然后我刚刚发现我忘记 露感谢了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一直以来在影像创作上的恩师和平导演 所以在这边要特别谢谢他 刚好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了 他说他觉得创作者常常都会有一种艺术直觉 然后这种直觉有一种很神秘的穿透力 他可以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就率先抵达作品完成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浪漫 它其实是对于导演工作的一个理想的状态 但其实很多时候 导演在现场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很多时候大家来问你问题 你并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回答 然后你只能够假装自己知道问题 然后做了很多让人很困扰的决定 我记得就是刚好去年 就是金马奖有找了诗之玉和来办了一个导演工作坊 然后那个时候是找了诗之玉和导演来 那我有在课堂上问了诗之玉和导演这个问题 我问他说 我们如果常常让工作人很生气该怎么办呢 然后当时他就回答我说 真诚的道歉 这是他给我的答案 然后他说他常常就是 如果惹怒了工作人员 他会用手写信 然后在片场的时候 开拍之前 把手写信亲手交给对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奖 就是一个最好的 真诚的 感谢各位曾经跟我合作过 曾经包容过我 然后我想要用这个奖项 跟你们真诚的致谢跟致歉 好 谢谢各位 好 最大奖来了 这个精粹大奖 我相信是台下每一个人都 期盼自己可以拿到的 因为精粹大奖是不分类型 不分类别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今年很荣幸 可以当精粹奖的评审 这是我第一次当精粹奖的评审 过程很辛苦 因为片子真的太多 可是又一路都很兴奋 就是 哇 原来我们的年轻创作者 已经可以拍出这么多 多元的 好看的 有趣的 有成熟的 有成稳的 有全面的 甚至于还有很多有惊喜的 可以让你眼睛一亮的 创意性十足的作品 那 现在已经是要颁最后一个奖了 我相信 得奖的人都很开心 那没有得奖的人 心情一定很失落 可是 我在这里 我会 希望在座的各位 不管你得了奖 没得奖 回家去 重新做好准备 电影永远给准备的最充分的人 希望你们下一次 我们可以再见面的时候 你们拿出来的作品 会更好 更成熟 永远不要忘记 你们都是台湾电影的新希望 我们对你们抱持着 非常非常高的期待 等待着各位在未来的台湾电影圈 发光跟发热 第四十三届金碎大奖得奖的是 杜日林又恩 导演排除一切可能流于煽情的片刻 让摄影机只是静静凝视 不仅凝视男孩 也凝视老人 更重要的是凝视各式各样的光 多日如常 只要有光 不好意思 我没有准备这个奖的感言 所以我应该还是用纪录片的感言来发表 我没有想到纪录片可以得到这个奖 谢谢评审 然后谢谢金碎奖 然后特别是辛苦的工作人员 我记得第一次我度日的首音是在台风天 然后当时以为我没有机会看到一次自己作品的大影幕 所以觉得特别的感动 所以很谢谢你们 我首先要谢谢公共电视 然后谢谢雅界传媒 谢谢报导者 谢谢政大传媒院所有指导过我的老师 然后谢谢你们的栽培 也谢谢一路陪伴我的伙伴 加齐纯净 特别还有感谢苏明燕导演 谢谢你一直跟我分享你对电影的想法 我要谢谢我后制的团队 谢谢周师傅 谢谢多玛 谢谢陈勇 谢谢你们让整个影片的可以更向上提升 也谢谢所有帮助过这部片的人 最后我要感谢我在云林的受访者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恩典 可以参与你们的青春 与你们一起学习 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 所有的营养应该都是受计刃 最后想要感谢我的妈妈 感谢一阶老师 还有感谢兄弟 谢谢 恭喜得奖者 也谢谢评审团主席 列姐 还有所有的评审们 你们辛苦了 恭喜杜日 获得了金岁大奖 也恭喜今天所有的得奖者 你们今天梦想成真了吧 对吧各位 请你们掌声谢谢大家 好 第43届金岁奖颁奖典礼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要特别感谢文化部 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 他们主办 还有我们的金马执行委员会 首次承办金岁奖 就带给所有的入围者 金马规格的竞赛舞台 让我们谢谢他们 最后呢 我们要感谢所有的电影人 在这两年疫情期间 一样努力不懈 努力地拍电影 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金岁奖我们明年见 谢谢大家 谢谢